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历学人杂志的单元 在刚刚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是来自于呢 郁可维所演唱的叫做 闹轰轰 好 闹轰轰的世界 在我们今天现场呢 邀请到的一样的是 这个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二六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 沈云聪很久没有来我们这个实体的世界了 降落 在实体降落 好不聊 好不聊 但因为看到云聪很开心 所以就会乱讲话 好啦 就是 今天云聪到我们现场来 那我们一样的进行的这一期的这个 经历学人杂志 那其实真的是世界那种轰轰 这些经历学人杂志的封面 真的是很好笑 他把这个自由女神像搞得劈腿 对 然后呢 这个是美国的帝国大厦 对不对 是不是 不是啦 就是那个自由女神像 只是他的底下的座基而已 是不是 我以为还有双重象征了 基座 OK好 我以为还有双重象征了 总而言之 这个基座呢一分为二 然后的话呢 逼得呢 这个自由女神只好劈腿啊 那这个劈腿的这个自由女神像讲的是 This United States 就是我们讲美利坚合众国叫做United States 它叫做This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利坚分众国 它再也不合了分开来了分裂了 那事实上分裂的美国我们一直都知道 但很显然的代表的是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 越来越严重 对 这一期内容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联邦政府 现在 共和跟民主两党已经这个 谁也不让谁的这个分裂的状态 不过 这一期的这个风名要讲的 并不是联邦政府的分裂 它其实是把美国的政治往下看州的层次 嗯哼 那现在美国的州啊 其实 大家可能不知道 美国现在的50个州里头 有37个州 其实是一党执政的状态 也说 州政府跟州议会 都是同一个大党 同党 那这37个州象征的 也就代表着 美国现在有四分之三的人口 都住在这样的州里面 那大家知道 我们都知道 政党政治就是制衡政治 可是当 整个国会也好 执政的政府也好 都是同一个政党的时候 它其实几乎是失去了监督的功能 尤其在 就所谓的完全执政啦 是 所以你会发现 红色全面执政的州 会推出非常 共和党 保守派的路线的政策 嗯哼 相反的民主党执政的州 就会推出非常民主党的政策出来 嗯哼 金权这篇文章一开始 就点出了两个很典型的具体的例子 嗯哼 这个例子呢就发生在 哼 今年的8月25号 大家都知道 那个搞得 沸沸 洋洋 双伤 你要讲双双 哈哈哈 墮胎吗 对 德州的墮胎 其实 呃在这个法案通过的同一天 在加州 加州也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 那是加州的空气资源局 所通过的一个要从2035年起禁止一般的汽油车 嗯是是我记得有这个政策 是 所以你知道说 他是算开第一枪 整个美国是加州第一个 因为加州也没有办法 大家知道加州人爱开车嘛 开车 而且那个 那加州太大了 是没有车跟没有脚一样嘛 嗯 所以呢在呃整个加州的温室排放当中 有百分之41是来自汽车 嗯 当然也跟加州没有什么工厂有很大的关系 相较的比较少 没有工厂 因为全美国平均啊 汽车排放量占太排放的 的比率只有百分之27 嗯 所以你知道加州是41其实高出非常多的 嗯我在加州就当过没有脚的人 当了呃八个月 可是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加州的这个开车问题蛮大的事 乱严重 他们除了大之外 我觉得他们太习惯就是一家里面 可能有两三辆车 每一个都是一个人上路 所以后来他们好像有一些规定 是规定你上什么时段里面 上高速公路得要两个人或三个人以上 所以后来才会放到说 有人放田村娃娃在旁边 假装是一万一个人 因为他们实在是空车率太高了 嗯 没办法 因为夫妻两个人在两个方向上班啊 对 然后孩子在另外对方上学 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啊 那不然你破卡是这样 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实际就是了 否则你说在一个社区里面 呃 夫妻两会去往两个方向走 但总有邻居 会不会往同一个方向走之类的 不过我基本上还算提亮了 因为你 在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 就叫做开车路是一个 不是那么容易 很很很长久的文化的问题啊 但 金玄牙要说的是 刚刚讲的这两个法案啊 看似没有关联 但是其实却代表着 美国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就是呢 美国联邦政府 两党相职不下的情况底下呢 州政府呢 现在反而立法上很有效率 嗯 都推出自己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 各种各样的政策 嗯 所以理论上啊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也都一样 我们一直都在选美国啊 我们都觉得这其实是对的啊 因为本来就是要所谓的地方自治啊 嗯 权力要下放啊 不要什么都要看中央的 所以每个州每个 就是我们每个省每个 呃 县市都有不一样的 呃 需求啊 老百姓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地方自治 才是我们原本想象中的一个 理想的 呃 民主实验 嗯 可是呢 现在在美国 看起来 呃 反而造成的麻烦 因为各州各自为政的结果 其实是 带来很多的困扰的 比方说好的去简单说 你现在如果是做生意 如果你现在是气的 你会发现说 诶 诶 你在加州你搞 这个ESG 嗯 你搞环境 呃 永续 你会很受欢迎 嗯哼 可是呢 你跑到德州去 德州政府可能反而会 因为你这么做 而处罚你 嗯哼哼哼 怎么办 嗯 所以 呃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看 因为美国各州现在的这种状况 老实说很多的基层的民意代表 都不太需要担心 跟民主党对垒 或跟另外一个政党对垒的时候 是选输的 嗯 所以他们现在最大的 呃 这个需要是 赢得自己的党内初选 是啊是啊 对 因为赢得党内初选 可以代表党初选 你几乎就可以打败对手 在你自己的那个选区里面啊 所以 变成党内初选很重要 也因此呢 你必须在党内 争取越多人支持越好 嗯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共和党会被川普 掐着脖子 嗯嗯嗯 这又要巩固你自己本身 可能的核心选票 跟核心的价值就是了 嗯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个 可能在环保的政策 在这个永续 或是在燃眉 呃或者说的 在讨论这个气候变迁 到底认为气候变迁 是个天大的谎言 呵呵 还是说呢 他这个事实上呢 呃在这个什么堕胎里面呢 还讲到了什么 什么同性恋里面 还讲到什么达尔文 主义等等 我觉得这已经让 像美国你说企业啊 他可能在不同的州里面 是天壤之别的 呃法令的规定 另外你光是说女性 呃女性生育 或者堕胎的权利 你如果说是在某一个州 然后你太多 太过这样的一个 纪录片和故事了 一些一些未成年 不是未成年 就未婚的呃女孩子 他不管是被性侵 还是说他呃出于这样的 一开始可能 不是那么的清楚知道 而怀了孕之后 哎他跨州去寻求 呃这个堕胎的呃这个手术 有多么的困难啊 尤其是你说那种 什么少数族医啦 弱势的呃这个族群啦 边缘人士啦等等 事实上都是 一个相当大的一些 权力上的剥夺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这个问题 不过刚刚云聪讲到说 这个是中央跟地方 我觉得倒不止 我觉得其实呃 中央跟地方都一样 我觉得台湾也一样 我就现在在所谓的民主里面 呃希望能够少数服从 多数之外 还要尊重少数 嗯 哎这个观点已经早就没有 对不对 以前我们还会说啊 这个人执政之后 他要做一个全民政党 对不对 全民 现在没有全民了 呃就是你上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是争取你自己 呃这个选票啊 这个自己政党里面 最坚强的支持 别人的 别人的呃 别的政党的选 选民基本上 非我所能够顾虑的范围之内 你不觉得吗 没错啊 嗯 然后 所以 所以他这个 呃报导里面 他的想法 对啊怎么办呢 经济学院相当提供一些建议啦 比方首先 他认为了喔 联邦政府不能因为政党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因为 气候暖化啦 移民啦 呃堕胎啦等等是政策 其实 这些都是要靠联邦政府 而不是让各州 各自为政府 这是美国还是一个国家吗 美国还是美国吗 嗯 还是一个United States嘛 你解散就算了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各州都一样 都会搞所谓的这个选区重分 选选法 嗯 我们叫这个这个 这个Gerrymandering 都会 执政之后呢 诶开始改这个选区 要重新画选区 对对对对 其实英国也是这样子搞的 把比较有力我的呢 画在我这边 把不利的把它画出去 是所以搞到最后呢 呃 就太稳赢了 嗯 搞到最后呢 在野党 另一个政党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 因为美国很多都讲 红的蓝的其实都有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想 嗯根本就更不用去担心 另一个省 跟刚刚讲的少数的政党怎么想 嗯 少数政党的支持怎么想 所以经济学人说 这是其实应该要去做到的 嗯 当然还有很多了 不过 好很多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会 好回来的话呢 再让这个云聪继续来分析 马上回来 好回到来生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刚讲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呢 讲到的是呢 呃 在也不团结很分裂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已经 不合的合众国 那这个问题真的还蛮棘手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政治氛围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就已经不再是 把美国的人当做是同一家人的感觉 就是说你今天是不同政党的人 就好像你是你非非有吉敌 有那种感觉 所以在政策上面来说的话呢 他也不再在乎另外那群人怎么想怎么看 更不用讲到所谓的尊重 那都连真的都没有了 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 政策啦 法令啦 需要去顾虑那些人的 不方便啦 感受啦 等等 所以你就看尤其是政治人物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对他的政治悬票最有利 当然是往极端 跟极致鲜明的基本效益派去靠拢 所以 呃然后这种 这种行为就会越演越烈 然后就就演得很过头啊 举个例子新轩 其实有讲另外两个例子啊 前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 Abott那他怎样 他说 我们就是反对这些移民 嗯 蛤你们纽约州欢迎移民是吧 有 他把人载到纽约去放生 你知道吗 对 载了一巴士的这个车 放到女儿去 但这个其实就是表演啊 这其实跟实际的政策 实际的美国到底应该 呃秉持什么样的移民政策 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且这有点夸张 那那群被你载去的人好像 所以那群人我觉得好尴尬 我看到美国的媒体在访问他们的时候 这群人应该是觉得哇好开心 而且其实平常坦白讲 当你越过这个墨西哥的边境的时候 你只能够到这个美国的南方的州 你很难去到你们心目中 世界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大苹果 突然之间呢就因为呢 他们党国 美国他们自己的本身政党之争 你让他呢突然这边再到了美洲 呃纽约去之后 他到底怎么生活啊 嗯 纽约的那个物价那么的高涨 所以你就看到访问那些人 就一则以喜 就啊 梦寐以求的纽约 然后他们说 哦我要跟我家人说我到了纽约了 嗯 但接下来下一步 房子 房租这么贵 去哪里找工作 嗯 然后哪里搞得人生地不熟的 我觉得这实在很讽刺的一个一种 对 一种政治 一种政治作为 真的想要来在干嘛 对不对 就在胡闹 所以所以这一个 这是文明社会这个 这个 你这样讲其实台湾也有一错 就是我们的垃圾之争的时候 哦 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县市把 把垃圾放到另外一个县市去 焚化炉的事情 嗯 所以所以你像欣欣宣说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 是Divisive的啊 其实是 是在分裂 美国的 嗯 然后呢 那个 也会让整个红跟蓝之间的 这个 距离越来越远 嗯 你就像现在那个 自由女生 因为你看自由女生是多少移民的 心目中的自由跟民主的象征啊 大家去了美国都要看一下 哇 这是自由女神 呃所象征的一切 但是呢 现在自由女神脚下的 基座 嗯 被分裂成两半 他被迫现在得劈腿 也因为劈腿 就就失去了他的高度 嗯 你这样解释很好 因为劈腿失去他的高度 但再下来的话 他应该就要 深深的坠落了 哈哈哈 就看他脚够够硬 撑不撑得住了 所以经济学院当然刚刚讲很多建议了 包括刚刚啊 选区 呃 这些执政的州政府 不可以再这样子操弄 啊然后 但他最好还是说 voters 就是选民自己 还是要负起一些责任啊 这当然不容易 可是尤其在 现在这种社群媒体 大家不断的在搞假新闻 不断的操弄 不断的在 在在在 带风向的这种情况下啊 你其实真的要突破 然后选出跟找出对自己国家 未来比较好的民主方向的选择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 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嗯嗯 但是对某个程度来说就是说 选民当然因为你是投票的人嘛 投票最后决定就是如果说 你选的都很激进的 嗯 很激进的这些呃 啊 主张的人的话呢 当然整个的国家会越分越 越 越往两边的极端走 嗯 但如果说你走的是一些 就在爱华基的主张 但他对于 至少不同的人 他相对来说是尊重的 他愿意让彼此之间是和谐相处的 我觉得有这种想法就是很难的 哎现在想的都很难啊 现在政治人物都带头 做一些指挥 往更极端方向走的事情 我们刚才讲一个例子 嗯 另外一个例子是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他也这个 他们不是要推出所谓的stop 呃叫做终止觉醒法案吗 就是说现在民主党不是一堆的人 这个什么觉醒运动啊 这我不知道有终止觉醒哦 嗯 不要醒过来继续睡 哎不是啊 他这个walk 就是那个马斯克他也他也很反感 他说反正就是你现在什么主要是 呃支持弱势的啦 支持变性的啦 支持族群的啦 呃弱势族群啦等等 反正现在就就大家就觉得那是政治正确的事情 是啊去觉醒嘛 哎就是这个觉醒那 对对对我知道我刚才开玩笑 对佛罗里达州长 Dissantis他现在那个总统 呼声算满高的川普以外 那他就说要stop 所以他就发起这个运动 可是呢据说他的文宣里头 举了十个这个觉醒运动的问题 的确是很过头的过分的 嗯 他说这十个里面没有一个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嗯哼 所以意思是说他发起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姿态 嗯一个一个表态 他其实也 划对佛罗里达州的真正的民意 呃跟治理 就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对 需要被解决的去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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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所以我意思是说你看 包括Dissantis代内 他已经算是共和党里面 比较不那么川普的人 但是他都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刚才指的主要是共和党 民主党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当两边继续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至于女生这个腿要多撑久一点 真的 他应该要让他这个腿拉长一点 干嘛会更收拾 我们就学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时时间 今天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那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哥巴契夫 我想哥巴契夫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 在国际的新闻当中是非常非常受到关注的 不过当然了 这个对西方世界来说的话 可能格外的去推崇他 但是事实上 我就先不要管东西方 总而言之 他确实是改变了世界 在那个冷战时期的当下 甚至直接间接的他终结了这个铁幕 等于是让这个整个苏联瓦解 那当然应该讲的是不同的地方 在于西方跟他们这个苏联 看功过这件事情 这个差别非常大 这个西方世界基本上来说 觉得他就是个世界的伟人 他是一个大功臣 这个他结束了这个冷战 然后瓦解了这个苏联 但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 哇 你去看到他那个 真的是把他当作最不欢迎的领导人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 历史罪人 然后苏联抓解俄罗斯 之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么的经济 颓币 颓币 那整个的帝国的光荣不在 都是因为隔霸气负 好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那个普丁 普丁的话呢 他当然我看他试图的 想要维持一个 至少不口出恶言 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好话 他只有说 他讲的还 就是讲了一些四平八文化 重点在于说 他并没有给他一个国葬 他在一个国葬的地点 替他举办了一个非国葬的葬礼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也是一个相当重度的意义啦 而这凸显出来 在俄罗斯 这位被西方认为的 很很很优秀的 很很很杰出的 这个政治工作者 其实在他自己的家乡 并不是那么受到欢迎 嗯 某个程度来说 这也不完全不对 因为毕竟他所治理的 那个苏联也的确亡国了 也的确是亡国了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经济状况真的是没有搞好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很年轻耶 嗯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他的经济改革蛮失败的 我刚好那时候在美国嘛 然后 你在美国吗 那个时候 嗯 就我90年代初在美国 然后我刚好班上 一个俄罗斯的同学 跟我蛮好的 对我就真的有问他 你们俄罗斯生活怎么样 他就真的跟我聊很多 他妈妈当时在 他就说 他们啊 买面包要排队 嗯 买牛奶要排队 嗯 买肉要排队 嗯 而且很久才有一次 嗯 意思说他有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那个物资 是非常缺乏的 嗯 嗯 所以老百姓其实都 活得很不开心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 从一个共产主义 因为以前共产主义 他是用分配的嘛 嗯 所以那这个 苏联人是要拿粮票的 对 所以你分配某个程度底下 那个时候就在 马克思的极端的 呃 乌托邦式的这个 理想国里面 他其实分配之后 就是所有人都平等 嗯 众生平等 那所以就没有说那种 可以呢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 然后呢 底下呢 就会被照顾 我觉得从 理想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很好 那只是说 呃 他某些部分过度的专断啦 过度的集权啦 这是他因此而 导致的没有办法去 透过良性竞争 而让自己 往更进步的方向去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共产主义后来碰到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 呃 问题啊 就大家都不努力了嘛 但是回过头来说 他突然间 呃 取消了这个制度之后 然后又没有很健全的 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个机制 嗯 就所有的人都 就是说你 你现在手上有资源的 就是那一些 原本跟旧的 呃 这个呃 俄罗斯的政权 或者腐败的苏联政权 有关的人 所以 资源完完全全 呃 就是没有到 就不要讲平等了 就是说底下那一群 人哇这个惨到就是说 所以他们会突然间怀念起 怀念起 在苏联共产党组政的那段时间的日子 所以我就觉得哥巴西夫他做了 所以 嗯 没有刚刚讲是是民间的生活的状态啊 但是其实在当时你往更上层来说 哎 人家苏联可是世界两大强群之一 对 他是军事很强 对军事非常强 对对对军事很强 然后到美国必须想办法要跟他badi badi 所以哥巴西夫在当时就从雷根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小布希 对 然后一直到 柯林顿执政的时候 正式宣布这个冷战结束 嗯嗯嗯 宣布冷战结束的时候 我也在美国 啊啊啊 因为哥巴西夫那时候 他们是回到富城去 密苏里州的富城 所以前年后后 你在美国待多久 两年多三年了 但在那段期间 那段期间刚好就功逢其胜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 因为哥巴西夫的下飞机就在我住的家的附近的一个机场 嗯嗯 所以那天我们听了广播 哇 他就一直 因为大事嘛 就是当地这么小地方 这个难得一个大事 所以哎 大家就 所以他现场涌进了好几万人 哦 一定的 因为很历史性的画面 很历史性的一个政治宣布冷战结束 是是是 啊 不过哥巴西夫的这个角色 我想今天大家有都在讨论了 他8月31号去世高 91高零 嗯 那大家其实都在争相给他某种的历史定位 嗯 这起经济学院我认为也不例外 嗯 那他其实有特别讲到 为什么现在他们会去关心 哥巴西夫呢 主要是因为 他的确是跟今天的普丁是非常大的对比 是啊是啊 非常大的对比 因为呃 哥巴西夫相信的是呃 呃民主相信的是开放 嗯 呃 但是这跟这个主张集权的普丁是完全两回事 嗯 然后呢当年其实东欧也开始兴起所谓的民主反共浪潮 嗯 那当时的哥巴西夫照理说他也可以出兵去镇压 什么匈牙利啦 什么捷克啦 嗯 东欧的几个国家 呃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嗯嗯 他是他是接受他们各自要独立的 嗯 对 再来呃 哥巴西夫两袖清风 嗯 啊 他也没有搞党与 捧党也没有搞贪污 嗯 也没有藏钱在海外 嗯 没有搞资产在海外 所以他说 哥巴西夫之所以在下台之后到现在 一路可以安然度过晚年 晚年啊 嗯 其实跟跟他的两袖清风有很大的关系 否则 经营权人说 他恐怕未必可以顺利的 嗯 呃安祥晚年 不像普丁 他说普丁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 嗯 而且你看 国家带头搞暴力 搞假消息 啊 把政敌啊 把记者给关起来 把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民给抓起来 啊 来恐吓等等 嗯 所以跟哥巴西夫 呃 当然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 希望能够依法行政 希望能够让俄罗斯老百姓有言论自由 今天在普丁的执政底下 全都化为乌有了 嗯嗯 是啊 而且现在普丁他就是打着 呃 他知道俄罗斯人对于这个苏联瓦解当中失去的那一种 呃国土啊 这么大的国土呢 失去这样一个帝国的光荣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痛恨 所以他就一直是打着恢复这个光荣的整个旗帜而来嘛 嗯 所以我后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看这个哥巴西夫下台 就我们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看待一个进行政治改革 然后给他这么大的呃 呃长生的人 他最后会会那么狼狈的呃 呃被他自己的祖国唾弃 然后被逼不得已哦 这个仓皇下台 我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是我忘了是time还是纽约时报的分析 就有谈到说其实任何的政治改革 你必须去搭配经济当中的改革 嗯 当你经济改革没有成功的时候回过头来讲 其实所谓的过八道啦 就是说你你你的民生经济 他如果没有走到一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你任何的政治改革就算你做的在 在值得呃长久 嗯 来看的历史定位 再应该给他多大的这种呃赞赏 其实在当下铁定会失败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格巴奇夫 一个都没错 没错 而且还加上呃通常这样的大幅度的改革 你在一代的领导人是完成不了的 嗯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好的接班计划 嗯 一定要有很好的交棒的人选 嗯 但格巴奇夫没有 也没有 嗯 所以他交给叶尔卿 叶尔卿后来交给普丁 其实都没有 不但没有办法遵循他的路线 甚至到最后我们看到都是 反其道而行的 他根本没有交给叶尔卿 我都觉得他那个当下 事实上他可能 被被被被逼供的 对他也没想到自己 对对对对 会那么快的就失去他的政权 对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 不想照这种来看 但经纪圈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篇文章 我觉得到最后跟之前他谈很多 俄罗斯的问题是一样的哦 他还是要甩一下中国 嗯 就要说你看像当年这个 哥巴契夫的下场看在中国的眼里 是啊 怎么想 所以中国想说 嗯不对我不能这么轻易的让步 不能这么轻易的放手 纽约时报也是这样说 他就说呢 哥巴契夫的一生 给了呢 这个习近平一页很好的教训 哎呦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反过来讲 我觉得任何的改革者就是说 就是说呃 你你讲的非常棒的一些理想啊 跟一些崇高的理念 但是我们就是伴随 其实政府的存在就是让人民生活过得好 嗯 我觉得如果这点没有办法做好的话 你即便有再再好的一些主张 其实到最终都很容易被推翻 嗯对不对啊 好所以呢肥过头来看 肥过头来看 肥过头来看 我觉得现在 所以现在的中国为什么那么强大 嗯 为什么老百姓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中国 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现在经济那么的 目前目前看起来这么好啊 都让疫情是另外一件事情啦 就是说他们经济照顾的好 那所谓脱贫 我就某个程度也是给了习近平 这样的可以 可以不断的去累积自己权力 而且还不断的叠加他 大家就啊至少你你过我们过得好嘛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都是很好的参考啦 从哥巴西夫走进历史之后 我跟我们学学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冲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接下来呢 聊这个话题是每个人可能每天呢 都会用到 或者说呢都 每几天就会用到的了 一个呢是Google Meet 一个呢是Netflix 这两个的话呢是接下来呢 这个云冲要跟我们聊的 经济学人杂志里面的话题啊 好为什么要聊这个 太长接触他们了 所以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标题下的不够好 其实经济学人的标题是 technology and COVID-19 它其实里面要讲的是 疫情期间有很多的科技 突然跑到我们生活里头 然后呢很多被看好 然后本来觉得 哇这个就算疫情过去也会是不错的 但是今天疫情已经简简过去了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潮水退去 诶 有些科技没有穿裤子 他接下来要谈那次这个现象 可是他中间举了例子 就是Netflix跟Google Meet嘛 所以他们有那么严重到现在是脱裤子的状态吗 还是我的意思说他们只是疫情红利变上了 不止红利变少 其实是在过程期间被过度追捧过红了 嗯 这样 他这边举了五家公司 因为呢 经济学人说 其实美国金融界有一个叫做 Lockdown 疯狂指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Lockdown 期间 大家比较疯的几党公司的股票 这五党分别是Netflix 然后我们现在都用Google Meet嘛 我们后来不用Zoom Negosar用Zoom 然后呢 Peloton 那个做跑步机的 美国反而还用Zoom吗 不是美国 只有我们台湾在那个 可是问题是 美国不是也跟我们要那么防中资吗 我们不用Zoom 你忘记什么原因了吗 Zoom是真的很好用 我知道 就是因为中资啊 那既然我们弄了半天 我们防了美国没防 好了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事情 就有点过忧不及 我认为是的 不过anyway Google Meet也很好用就用了吧 OK 还有一家是Shopify 电子商务的 另外还有Robinhood 这五家 这五家一家搞投资了 散户大进行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电子商务的也很好 追剧的啦 搞运动器材的啦 那个跑步机的啦 然后开会的Zoom 所以这五家 那这五家呢 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都涨得很 大家都涨得很厉害 那是涨得快一倍嘛 大家知道吗 刚刚讲这五家公司的涨幅是320% 是比大盘还要好三倍的 如果你有买的话恭喜你了 真的真的 但是如果你在去年底以前没有跑掉的话 那你就惨了 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疫情过去 呃我们都看到今年以来的科技股 NASDAQ其实表现都不好 但是呢刚刚讲这五家公司更惨 因为NASDAQ今年以来大概跌了两成左右嘛 可是呢刚刚讲的这些公司平均 从最高点跌了大概八成左右 啊OK 他其实要讲的是 呃这个疫情中 这个没有穿固子的这五家公司 嗯 那呃 当然原因很多啦 包括呃有一些真的就是 大家厌倦了嘛 比方说Zoom 大家真的呃不想再 再听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有一些 因为股市冷了 Robinhood的成交链也大幅的萎缩 嗯 再来Netflix 大家也觉得现在lockdown结束了 然后通膨又开始来了 物价又开始高了 像这种追剧的费用能省着省 所以大家能退就给他退掉 所以你看今天一二季 Netflix的订户是流失的 等等啊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原因 Shopify那么多电子商务的更 更是不用说 你刚刚讲的像Netflix 因为我们呃 比较常常接触嘛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一个 竞争对手 对没错 他的竞争对手 那当然这个竞争对手 也是跟疫情有关 我觉得就是说 太红了太夯了 所以都跳进这个市场里面 都觉得哇这个进来 这看起来这么的这个 蓬勃发展不进来 分一杯根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就造成红海嘛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刚刚讲的是在疫情期间 欸后疫情之后 但整个状况大家 欸看到不是那么 但其实后疫情之后 也有些科技公司 在疫情中开始被重视 疫情后会继续的蓬勃的 OK 比方说 云端 云端 云端呢 云端呢 经济选人说 2019年的市场规模 是2400亿美金 但是呢 今年哦 预估哦 可以来到5000亿美金 所以其实还在成长的状态 那其中三大 三个老大哥 第一名是Amazon嘛 Amazon今年的业绩 还是可以成长30%以上 嗯 另外两家微软跟Google 微软呢 也可以成长40% Google也可以成长36% 都是预估的 欸但我觉得这个云端 应该跟大家 可以应用的范围更广 没错 没错这个其实还有 对啊 因为AI啦 什么电动车啦 未来的什么互联网 都需要用到这个云端嘛 一点都没错 再来第二个 云端化的结果呢 另外一个受回的产业 是所谓的数位资安产业 Cyber Security 啊 经济学人说 从疫情期间开始算起啊 美国前三大的 所谓资安业者的营收 暴增了将近一倍 嗯 啊所以股价当然就 涨了更凶 涨了快三倍啊 所以这个是第二 第二大类的产业 第三大类产业呢 叫做数位支付 其实我们都知道 疫情期间大上尾 连我都搞了一个什么配 哈哈哈哈 所以就知道说 现在美国以前很多商店 还要不收 要收不收的 没有了现在美国 你看几乎九成以上的商店 都有收各种各样 Apple Pay啊 等等的 因为你真的确诊了的话 你不配你要怎么办 嗯 就做不到生意啊 人家就觉得你这样很不方便啊 所以其实台湾未来 我认为下一步也会是这个发展 嗯 就像一些小公司小商店 以前都不收的 现在被迫都得收了 因为太多客人会跟你问 你收不收这个会 不收啊 这样不方便的老板你这样 嗯 只好跟着收了 像我 像我家附近 包括市场一些小店 也都是一样啊 嗯 以前也不做Uber Eats啊 也不做Fu Panda 可是很多消费者 就有这样的要求啊 是啊是啊 尤其年轻人 他们更习惯 嗯 有些 我觉得那种习惯的惯性 如果还不够长 不够坚固的 很可能在疫情玩 然后就回到原本的消费习惯 但如果说对年轻人来说 对他来说 他这就是 他的习惯的建立的过程 他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对 就跟我们早期很多商店 也不肯接受刷卡 因为刷卡要多收个手续费 嗯 但现在很多也都不抗拒了 一直收了 嗯 OK好 所以有些呢 在疫情过后 看起来呢是 开始出现了一些疲软的状况 那有些的话呢 持续的气势如虹 是有分别的啦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现场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陈云聪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接下来聊这个话题 也是跟疫情有关 而且呢 这个看起来在疫情之后 大家就算觉得不是很方便 或是有一些呢 当初没有建制完成的 也都因为必须要隔空 问诊 看诊 因此呢就赶快的 把这个相关的建制呢 都给弄起来了 那就是呢 就是在线上看诊的事情 这边要聊的是 可能不只是看一些 像我们现在的线上看诊 多半是 就直接看COVID-19 或是长辈 因为这样的不方便去医院的时候呢 也就会开始接受 可以呢 这个隔空问诊 那这边要讲的是 精神病 嗯 就是一般的 知觉 思觉失调症 你刚这样的开头想起 对 其实这波疫情也让我们很多人 开始有了 所谓的远距看诊 的体验 对啊 以前就是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说 你可以透过远距 未来有更方便的通讯 因为更方便的AI 我们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在这次疫情期间 我们开始终于有了第一线的体验 嗯嗯是啊 嗯 那其实未来要接受就更加的容易 是 没错 那现在在 我们其实早在疫情期间 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讲 嗯 美国也好 很多欧洲国家也好 台湾也好 随着所得的提高 大家的精神状态 也越来越出问题 嗯 躁郁症的啦 焦虑的啦 忧郁症的 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精神科 看门诊就像看感冒一样 嗯嗯 所以这个现象 我们都讲了很久了 嗯 那在美国这个现象 当然更普遍 嗯 那美国跟台湾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有全民健保 那美国其实你没有保险 你要看医生是相对很贵的 嗯嗯 所以很多人就算生病了 也没有办法去就医 也看不起医生 嗯 嗯 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 还是精神上的疾病 嗯 嗯 那在lockdown期间 疫情期间 我们知道大家除了会 得染疫 会生病之外 大家被关久了 会不会心里出毛病 会啊 当然会啊 我觉得闷在 我关 幸好我还没有确诊 很多老公在家里被老婆家爆 不是 嗯 你确定啊 哈哈哈 你一定要这样讲就是了 哈哈哈 然后老婆在家里被孩子们家爆 哈哈哈 被孩子们搞搞疯 这套事也没错 被折磨到快要疯了 接近崩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孩子又被老爸老妈也搞得过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互相残害 嗯 总之所以疫情期间呢 呃各种精神疾病的发生 有增无减 嗯 嗯 再加上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都疯狂的上网 疯狂的用手机 疯狂的用3C 然后呢 这些3C都有上上瘾的问题 嗯 这些3C呢都有引发你的某种焦虑 引发你某种的不安 嗯 引发你某种的成人过动现象 嗯嗯 但是你要承认很不简单 哎呀没错 真的啊真的 嗯没错啊所以 而且你要自己感觉到自己上瘾 我觉得也很不简单 是 尤其这一这一波跟手机之间的这个呃 至死不渝的恋情 嗯 没错所以所以这这些问题老实说 已经很多人开始有病史感 嗯 开始知道有什么不对了啊 嗯嗯 所以呢很聪明的美国很多新创业者 嗯 也就看到了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很多新的apps 嗯嗯 那这个apps呢就是标榜说 嗯嗯 你去医院看医生很不方便 嗯嗯 而且很多人其实是不太想 给人家看到他去看精神科的 对啊到现在也还是 所以才为什么叫做思觉失调症啊 是是是是 所以呃 他们就推出这些apps 他们标榜的是 哎你光是你只要下载我们这个 订阅我们付个订费 嗯 以后呢你就可以在线上预约医生 在线上看诊 嗯 不用担心被歧视 然后被贴标签 是 然后更重要的是拿药也很方便 嗯 你看以前过去要要开药 还是到实体面 嗯 疫情期间 嗯 美国政府也开放了 所以变成线上医生也可以开药 而且不但线上可以开药 你那个那个药单 药吃完了 也可以refill 啊了解了解 就更加的方便 ok 但我的意思说 这种天然真的很方便 但我的疑问实在说 精神的疾病 跟一般身体上的疾病 嗯 嗯 他有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他真的可以隔空 嗯 看得出来吗 以前都没错 没错 这就是经济学员这篇文章 他在美国的栏目底下 叫Mental Health Treatment 嗯 大家可以找来看 他点出了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诊断上到底 充不充分 对啊 因为实体来 我可以有更多的讯号可以判断 对啊 呃 包括你跟家人的互动啦 家人会陪你来 嗯 嗯 等等喔 但是在线上 我我正为医生 有没有办法有足够的 嗯 所以美国的医生 是有这样的疑虑的 嗯 再来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 就是开药 嗯 因为美国其实即便在疫情之前啊 很多的药物 其实都被滥用 嗯 都被滥用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药物 大部分都是会成瘾的 嗯 然后很多的 比方说好了 嗯 我们有开所谓的这个 ADH叫做什么 呃 过动 精神 注意力无法及 注意力不足 对对对 呃 很多孩子有这个问题 都要吃药 嗯 那这个药呢 有时候 你开太多 孩子不一定 家人 不见得全部吃完 嗯 所以他经学人里面有讲 在美国有人就发现 呃 这些药物呢 就被 比方说要准备考试的 嗯 学生 为了要更专注 OK 比较专注 哦 等等啦 他只举这里 但基本上要讲的是 所以你像那个电影 要命效应 就有一种要吃的 可以让你呢 就是很容易 呃 几乎力集中的 背诵的也很厉害 记忆记性特别好 我希望有那个 哈哈哈 真的 我也希望 然后对 所以基本上 《经济权》这篇文章 要点出的是这个问题了 嗯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 以美国为主 但我因为在美国 《纽约时报》 在不同的媒体 都看到了 大家要共同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显然 很多的精神病专家 精神科专医师 也都看到了这个 现象 值得警惕 OK 有它方便的地方 但也有它这个 可能会出现一些 疏漏的地方了 OK好分享 非常谢谢沈云聪 带给我们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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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